大家好 我是Edit 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 裝飾你的手像好像很困難 寫了一些內容上去 但當要去到裝飾頁面的時候 經常都會覺得好像凶鬧鬧 所以我就會拍這個系列 叫做手像裝飾術 去和大家一起探索更多的方法 去到豐富你的頁面 我們一起去探索一下 我們今次就會用到相片來裝飾我們的手像 在刷照的時候其實都有些技巧 我們除了好像平時一樣 刷一些四四方方的相片之外 也可以用手機apps 預先去做好一些特別的形狀 用在手像的相片其實就不需要大張的 就算ER都已經很大張的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拼貼的效果 去將一些相片分割成不同的形狀 然後就把它們印出來 之後就可以開始拼貼的部分 除了這種簡單直接的方法之外 我們都可以有其他的嘗試 例如是將它們變成圓形 這個方法我覺得很適合用在Bullet Journal 就可以在下面寫一個月曆 今次我就會用一些色塊墊底 你可以用顏色紙 或者你自己用顏色筆去游上去也可以 我用了apps去做一個分開的圓形 很多apps都會有這種特別的圖形框 如果你想知道也可以留言問我 顏色塊可以補足了圓形本身的單調 那它們兩個重貼起來就會有一種層次感 而第三個做法 我們就會用到兩張一樣的照片 但一張就印黑白 我就印了做銀色的 第二張就正常 單色的一張就放在後面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風格真的很特別 而第四個tips就是要用一些相同色系的照片 就算你本身的照片很漂亮也好 如果不同色調放在一起的話 都會不好看的 你可以用一些apps幫助你去調整色調整 至於那個Layout其實就很個人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排列你的相片 而我就選了這個排列 貼好相片之後你就開始寫上你自己要寫的文字 今次我用到的相片全部都在網上可以免費下載的 就算那天我沒有拍到什麼漂亮的照片 都可以用這些照片去裝飾一下你的手像 不如你又試試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覺得哪一個頁面是你最喜歡的 不知道看完這麼多的相片的Layout之後 你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覺得裝飾你的手像會容易了 我都希望可以在下次的手像裝飾術再見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like這個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和follow我的IG 就可以即時知道我的最新狀況 和看到我最新發佈的影片 我也很歡迎你在IG找我聊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